我的父亲实际上他是新中国的第一代的大学毕业生 改革开放以后 81年的时候 航道局就是委托日本造船厂 要建造挖泥船 那就要出国了 当时按照我们外事要求来讲 就是可以添置一些出国穿的服装 拿到这个出国制装费以后 我母亲陪着他去佩洛蒙去量体 定规格 定款式 定面料 最后就是加工 加工好了以后还要试衣 这衣服就一直陪伴着他 成为他的礼衣服装 我是搞服装工作出身 比较熟悉和了解的 就是尺寸非常合身 用料也非常考旧 然后这个制作的工艺是非常的到位 穿了到后来穿了二十几年不变形的 那你看看出我们这个佩洛蒙 他这个品牌后面 他的这种加工制作的这种精道 所谓高级定制的 他这种精道的这种水准 平时基本上就是挂在衣橱里头 给他在衣柜里头保存好 我记得那时候 母亲非常小心的 他还专门做一块盖布 摆在衣橱里的时候 因为一块盖布盖好 这样子挡挡挡灰 因为我父亲太喜欢了 最后我们也就让他穿着它走 成为我们记忆当中一种定格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